顧台灣跟別人在修正 現在是怎樣修正 你了解嗎 一些四季的阿彬哥 要戰爭 假設我做鳳梨我沒有去戰爭 但是四季的阿彬哥不一樣 要戰爭 那這個鳳梨就去扶到他們的靈 夢魂那一隻魔 因為為什麼 哇 十四季的鳳梨現在扶著這個鳳梨 發動戰爭 沒有死 你要帶領這些 所以 因為他不知道超度的原因 所以我們 各位你要去思議 所以像我在講話 我當作各位都不是人 我好像 因為各位都是阿彬哥 都是貴婚坐在那裡 我們是各位要成分 所以我才跟你講這個道理 讓你 我會想 這個我就一直在殘修 這個叫殘定 殘定 殘定不是點點 殘定是內心非常活 但是外表不被影響 而且內心不被影響 卻很活絡 你跟我抬 你跟我抬 你跟我抬我抬我都不會 你把你躺梗梗跳 操一步 我看著你的骨頭 哇 阿母阿母 你不會再穿什麼 但是 不會被你影響 但是又要幫助你 你看到你的本體 那是 一個骨頭跳來跳去 沒有什麼 但是他的外表是老母 還有咒咒 咒咒咒 咒咒就是 你跟我抬我也當作 你是老爸 你是老母 但是你的本體 我了解 不靜觀 但是你的 究竟的本體是活性 所以你沒有在幫我抬 那是你的無名 你跟我抬 所以各位這個道理很重要 譬如說 你把我抬 我不是騙 你騙滾跟我說 我不是 我當作是 打他去滾 或是滾跟我說 也不是你在跟我說 還是我也不會去打你這個人 因為你這個人 是你的心 起拍心 你跟我講 我不是要打你的心 我是要將你的拍心消毒 要怎麼拍心消毒呢 絕對不是把你抬 把你抬 是用 你這樣 滾鼻心才有那麼多消毒 你的拍心 你就要想 不然你如果沒有受傷的人 你給我抬我也給你抬 你給我抬我也給你抬 你給我抬我抬我也給你抬 你給我抬水 我也給你抬整個 這樣 那是不完受 那不是在抬中心 所以 有抬肥的人處理事情 跟沒有抬肥的人處理事情 不一樣 所以我在說 阿彬哥聽 阿彬哥 好像小錢 自己買了都賺書 為什麼 你永遠在生死裡面 那是你把抬給我抬 他清清洗洗也要抬給你抬給我抬 當初我們法官去做阿彬哥 這個動機就不對了 要抬青 要抬島 要保國安民 但是要去抬白人 白人 白人 雖然國家不一樣 但是 全身都一樣 美國人 中國人 台灣人 都是日本人 那是一個名 那是一個首 不能對立 各位你有相信嗎 假設台灣人跟日本人的小錢 你上四人做給日本人 這四人又做台灣人 做到台灣人 後四人又到你做日本人 結果你自己在抬自己 在抬自己 抬自己是他的父母 所以四驚摩利夫說 你去抬做一個重心 你去吃哪一塊肉 都去吃到你的父母的肉 去吃到你自己的肉 因為你如果有疏尾 所以還要看附近 按照附近 來看這個世間怎麼去疏尾 然後你就了解到你的 你叫我吃肉 吃不到因為 他很辛苦 做到的父母 要將來也會生佛 你吃 你就不需要讓他生佛 你對好他才會生佛 我們放的魚 放的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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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高興 他很高興 開發他的活性 正好一個解決的原因 因為你把它放 把它黏佛 黏大鼻酒 心境 整個魚 你是在開發他的活性 但是這隻魚放到外面 稍後就可以吃掉了 但是呢 它會發生佛名 你叫到 法生佛命 真正的放生 最大的功德 不是肉體的放生 是法生佛命的開發 所以 帶他龜余 懺悔 帶他去解讀世界 整套的生命的療程 對他很好 那你要去 修餘這台的道理 所以各位我這樣說 假設我今天下午沒事 修餘給你三十分 很好 我就在裡面 走來走去 哪裡比較涼就坐著 就一直想 土地公在想什麼 將軍在想什麼 花草樹木土地公在想什麼 這台一定有夢魂 也有軍靈 我要怎麼跟他講話 要怎麼說 因為保持在一種 利他的慈悲心 又不執著的空性 然後 這個叫 累積菠蘿蜜 意思 什麼是閃爽呢 是情 內心裡面情 無分別 但是呢 就像鏡子一樣 顯現萬象 了解一切 然後不執著一切 那你不了解一切 你怎麼渡他 你眼睛 你這眼睛 這眼睛不清楚 你要去度重心 你要看清楚 但清楚的目的是有 這個 你眼睛清楚的眼睛 是要去救他 那叫自閉心 關世音的眼睛 所以各位 菩薩 要跟各位說 是因為 我們如果接觸 你說你有 兒子的孫子在打招 你就對他很煩惱 這樣 你要度重心就比較困難 因為你也跌到 因為這台重心 就是在想家裡的人 那是煩惱他老母在想他 對老母很難生 煩惱他母在 我就遇到一個 去給車弄死的 他叫我照顧 黏黏的好像沒有照顧 我問說有照顧說沒有 我想怎麼沒有照顧 那 他又大眾說 師父 他在想他兒子 他叫車弄死 兒子這十幾歲 他現在放不下 喔 這個度力很好 我原來是這樣 好 他來跟他說 你如果要照顧 要怎麼照顧 你如果做鬼要怎麼照顧 你就害他就可以了 你如果窩了他就打招 你的病 團念在他的病 你說 老母在發燒感冒 在掃 你還去破那個紅小孩 你把它破了 紅小孩也讓你掃到害死他 所以周先生有這個意思 祖先靈他就不了解這個意思 我就疼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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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疼孫子 他什麼疼孫子也變什麼疼孫子 他頭痛他也變頭痛 會變成這樣 但是 你要告訴我 你竟然疼孫子 疼孫子 疼孫子 雖然你又請浪費了 疼孫子呢 你就要生天 你如果生天 哇 你就福報很大 神在保庇孫子 對不對 你也會帶忙給他 你現在 做鬼都 你可能沒那個靈力帶忙給他了 像我老朋友的無事 我來找我一個 我來講 這是自由才有辦法 他沒有自由 沒辦法來找我 所以 要跟他講 還比較要緊 你就算做 做人 弄死 那也是你的 你的想法 為什麼弄死 這有疼孫子呢 這是過去生 你做一個 弘龍死的疼孫子 你太死一個人 可能你太死一隻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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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個 拼 拼為何 你付高的道理 你要跟他講 所以 為何要 愛你的兒子 你要怎麼改 讓你的兒子解脫生死 不然你 你整天就叫你兒子 別騎到哪裡 好 你要跟他講 各位 我這樣講的意思是 我們這個時候 就在修慈悲心 你有慈悲心 奇怪 諸佛菩薩就加持你 你怎麼跟他說法 你會跑出來 你會 你會跑出來 因為你有個悲心 又想要解決 他的問題的智慧 那你的佛性 就會一直顯露 當然 不一定百分之百說對 說這邊說說的 說那邊說說的 咦 這樣才有通 這樣才會通 好 所以 慢慢講 講到後來 究竟來講的是 你如果去記錄世界 你就有阿彌陀佛的地位 來給你加持 跟福祖來給你加持 這不太聽見 慢慢來跟他講 所以我現在呢 給你念心經 給你奉下 給你念阿彌陀佛的翁生酒 給你啟度 繼續 將來我做翁生 幫你做公廳 並實做甘露水真言 現在還保持藥給你 你要相信 忽略力量 不可思議 有時候他不想 不想 沒關係 你要聽來 我現在給你用藥的甘露水 好 好 我心裡 我心裡怎麼沒在會修 我怎麼眼睛沒那麼疼 要留心心 所以我還要去甘露水 做煙控 藥控 像剛才奉心 來 救魚仔公釘 救過仔公釘 悔向所有夢靈 君人亡魂 受苦眾生 翁阿翁 眾生得清涼 他馬上敢說 噢噢噢噢 你會滴到嗎 像我們泡一杯水去供婚 給他 哇 我怎麼涼 對不對 珍重 李秋的媽媽在會修 珍重給他 他老母 命去供養 那時候出家的人 他老母馬上清涼生甜 跪下來感謝大家 這個道理 當然 對這些眾生 我們才去替上宮 上宮 剛才替奉心 我現在 涉拉起來三位 慈悲的閣西 為他們超渡啊 大家剛剛有共生 外面不間斷的焉共啊 我剛才中島 去吃很多高兄 各位 交給你們辦好不好 這個地方 一人守護一塊 放生緣 叫高兄 給他吃 所以你要做太多功德啦 有行的叫高兄 無行的超渡夢 既然這塊設計為軍人公墓 那最好 願所有世界 一切往生軍人將領 常來此地 那該有緣 所以活的時候會打仗啊 死的時候還想打仗啊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跟他講道理給他聽 冤冤相報 你給我替死 後世人我一定替你 大家都替來替去 你現在我做人 你也做人 你給我替死 後世人你做狗啊 我做鳥屎啊 你也給我替死 後世人你會做老虎 我做銀子 你還給我替死 就一直抱來抱去抱不完 你為什麼 我看到你做銀子 我就要來你的地方做塞 為了要報完的時候 你還要做動物 就是一直抱贏 一直抱不完 因為他那個意志力 就是個業力習氣的 一直去找煩惱 但是你要把這個道理 改講 改講當然是各位 對經典的聽喔 你越了解 地上經要講好聽 六道輪迴經念好聽 但是你要念好聽之前呢 身體很好 我們現在要做修法演講啊 演講裡面也有說這道理 簡單的道理 從這個演講都會說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我佛大沙門常做如是 說 這個英文好好拜拜 那有一個英文的規律 但是 英文的本體 都是犯法的 沒有固定的 我佛大沙門 所以 主要切莫做眾善皆奉行 我們大家要斷惡修善 致敬其異 至少也有這兩句話 所以各位你去 你這百尾也要念耶 你這百尾也要講 你這百尾也要講 所以我們不要講有法 但是後來的經理就有這兩條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面 講的是真理 緣起信空 行為實踐 斷惡修善 致敬其異 成佛 講不聽 你還有時間 改睡不聽 所以各位要去思議 要怎麼改睡 懷著悲心 然後 不一樣的眾生 要怎麼開始 所以你開始不完 因為這個無量禪修 你們的男朋友 你們的女朋友 你們會去想到 你們的戰爭 你們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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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六度眾生無量無邊 所以你要有無量心 十倍十四無量心 不是只有用念 願珠有情俱樂 沒有那個心 你要有真正的心 你就開始去接手 每一個眾生的苦 你會去接手 你的機會去接手 要磨練 剛才說的 要併用一個總經理 要併用一個將軍 他也是從小兵開始上來的 他才成為一個將軍 沒有那個說 我明天當兵就做將軍了 除非他是皇帝 但是你要什麼東西 你都要磨練過 而且要派來派去 你要要台北 你要要雞人 你要要國內 你要要國外 你要有這個歷練 世間法是這樣 父法也是這樣 這是父法的歷練 哇 很長 三大阿神奇節 很長 你要去歷練 所以 當然我希望各位來到這個地方 你都要去聽 你現在一心意義都要去想 阿彬哥的痛苦 震驚希望的痛苦 飛兩肌 拔掉的痛苦 各種 軍人 各種的痛苦 你都要去聽 我們只有一種 離開家鄉 要死了 先堂下去 流血了 沒辦法救他 慢慢要死了 那種的心態 你要去聽 他跟我們想他們太太 想他們的兒子 想他們的女朋友 要怎麼跟父母說啊 你要去替他聽悟 這個叫 修 慈悲心 慢慢你才會有 生命的經驗 你有圓滿生命的經驗 包括 你過去生 你就做個阿彬哥 你過去生 就做個將軍啊 那這個善陰會跑出來 這個祭庫會打開 你就會有體悟 比如說各位有的看過蚊子 你痛苦你會哭 看過蚊子 你痛苦你就不會哭 為什麼 過去你做個蚊子 另外一隻蚊子死去 你會很痛苦 那是你要死進去 你也會痛苦 現在看過一隻蚊子 你的意識會跑出來 所以各位你要去當前一隻蚊子的蚊子 你要跳蚊子的那個關心 你看我沒有鯊子 我沒有鯊子 我沒有鯊子 你也沒有鯊子 或是對鯊子 對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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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煮臂 不然你沒有鯊子 但你就要去關心 像你過去的發心 經驗 所以你有經驗 像彈鋼琴 你上輩子就是十輩子的鋼琴家 這輩子一摸 一摸你就知道 這個叫熏蚊子 熏蚊子就像說 一個人 你要做玉石 你要買賣玉石的鯊子 這我已經摸一四人了 我明白 我沉迷嘛 摸一下也知道這個鯊子 是真的 鯊 鯊子多少 很熟 那這個叫熏蚊 所以各位要熏蚊慈悲 你要經常去練習 關心中心 關心接觸 你不可以 人不可以煮熟 你如果煮熟 你只想自己 那是你高屁 有些人不會煮熟 很高屁 不要跟我講話 我不要跟你講話 這樣 我去接觸你 這樣不行 這樣你就沒辦法生氣 你去卡住 所以 你 一方面你要 進化你自己 來內心裡面 探心去種種的 煩惱 煮熟啊 賓鍋啊 要煮熟啊 反正你要去煮熟 一方面呢 你要去熏熟 練習練習 練習 一隻鬼啊 一隻蛤啊 你都要去練習愛 你去關心什麼 你的累積 這樣叫我到萬萬婆庭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所以 生命電視台 帶著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正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 生命文化基金會 然後它開了之後 就把它打開 打開大的 大的今天靠四周 那比較小的就靠中間 那火的話 就是一邊比較旺 那一邊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旺 那比較熟的 它就靠一邊 然後比較熟了以後 它就靠比較沒有火的那一邊 最主要就是分這樣而已 在這裡 超級大福 天橋 KLIN LUX 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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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十四、十五、十六 容易的十四、十五月月圓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色香岸來供養月觀菩薩 我們也可以對月觀菩薩來做祈求 也可以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隨心滿宴 所謂的中秋節 也是月圓團圓的時候 我們今天每一個人很多的菩薩 都回到我們麻豆護身園區 這也等於回來跟菩薩團圓 回來跟所有一切諸佛菩薩團圓 我想來回到麻豆護身園區 跟諸佛菩薩一起團圓 這是能夠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 受到喪之的加持 發佛新聞 發佛新聞 嗚呼 願慈大智慧 照破眾無名 2020 新冠疫情不斷 世界飽受疫情肆虐之苦 佔了法師 佔了法師為世界祈福 於麻豆霍山園舉辦八關災界法會 同時 也在法會外燃點十萬盞油燈 讓法會的宮殿 藉著萬燈的加持而增備 回向世界 藉此祈願四面疫情早日平息 這次的法會 這次的法會 一十萬燈的加持 變得比以往更為殊勝 且需要更多的義工菩薩 前來協助仇拜 法會當天 麻豆護身園 早已聚集很多了 為法會進行前置仇備 場面非常殊勝 清涼甘露片薩坦承結界 修持儀軌利益無邊眾生 信供祈求周佛菩薩加持 前心懺悔立世發大願 佛曰以戒為師 是贈慎解脫之本 藉由持守一日夜的清淨戒律 賦以大悲心而生病發會 張揚慈悲並拔祭眾生禮苦 佛門當中的食供養 那裡面就有供燈的力量 燈 代表佛光的加持 那又有這個 藍燈功德經裡面的記載 種種的功德 對自己 種種的利益 能夠幫助眾生 這個功德自己都得到了 那又可以回向眾生 何樂而不為 所以 從了解點燈的力量 就一路就開始共 十盞 百盞 千盞 萬盞 到今天的十萬盞燈 所以現世的 往生的 都可以藉由功德點燈的力量 讓他們得到好的結果 其實十萬盞燈 本來就一直有這個願力 這個希望在念頭裡面 只是說佛教當中講姻緣 因為十萬盞燈不是那麼容易的 人力 物力跟財力 義工願力過來幫忙 也願力承擔 願意融入這份功德 就這樣子的一個心願 我的願力 大家的意願就融入 那今天就成就了 可以很隨喜大家的父慈 願這個功德力量 永遠在這個法界 有如佛光的加持 生生世世都不滅 藉著師父新增點燈的願力 因此趕招了六七十名的北部義工 用考車增載著250箱 書有燈 燈杯 木板 點燈器等用具 來下麻豆護生園區 進行此等殊勝的點燈社會 文書提菩提講堂 有一位點燈王子快樂的師父 那他因為花了一個月 要點十萬盞燈 一天就要等十萬盞燈 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這是何等的殊勝 我可能一輩子才碰到這麼一次 我就被他這種花心 花菩提心 度眾生的 慈悲感燥了 所以我就馬上報名 我們樹林菩提講堂的那個志工 有一個小外號叫天兵 天兵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跟著師父呢 南征北討 就去到那個墳墓區啦 到那個獨家場啦 去利益眾生 燈是代表智慧的 如果以這個菩薩來說 代表文書菩薩的智慧 是我們修行者 所必備的 佛菩薩會牽引著你 斷惡修善 走入正法 供燈你就會顯現慈悲 那你就會真實的要幫助他 就像佛菩薩 可以為一個人 生生世世投胎 可以為一個眾生 生生世世 為了他而努力 去度一個人 也可以藉由這個燈的力量 來幫助一切眾生 身清淨 口清淨 念頭清淨 眷屬清淨 離命中也可以沒有痛苦 點燈是為了幫助眾生 也為了自己能夠消除黑暗無明 生死輪迴的痛苦 大家要知道 供燈真實的意義在哪裡 你要供燈 那你要融入功德 那你要供燈 你要念這個供燈祭 然後念的怡阿虎 諸佛菩薩的身口衣的力量加持 那點的時候 嘴巴念怡阿虎 念頭想著眾生 他就可以離苦 他就可以得到點燈的功德利益 就是保持一顆親近的心 不為自己 但為眾生 那這樣就很圓滿了 動機決定一切 我個人是以家 家庭非常的和諧 就是點燈給我最大的力 只要我還能動 我就會一直跟著 師父這樣子坐下去 那我也以那個 快樂天兵為榮 今天很感動 來了大概兩三百個人 那大家齊心齊力的 萬人共造善惡因 美人皆得善惡苦 所以點燈的功德大放光明 願眾生都能夠開啟智慧 只要有眾生的地方 會有佛光的普照 讓一切眾生 可以得到究竟離苦的意識 所以願這個十萬盞燈 能夠得到一切眾生懶怨 各位可以自己去嘗試看看 一盞 兩盞 三盞 四盞 為自己 為家人 開始累積吧 經由點燈的因緣 接觸佛法 了解佛法 從此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改變自身不好的習性 善緣便自然聚集 災難也就漸漸消滅 這才是消災解惡 祈福轉運的方法 也是點燈供佛的真正意義 神聖靈活動的因素 主要是有佛風 以為神聖靈活動的配方 為神聖靈活動的成果 以為神聖靈活動的成果 為神聖靈活動的排序 明星聖靈活動的一切 有佛風 所以我聖靈活動的成果 每個都可以知道 最大的永遠的石頭 感谢各位菩萨 护持生命电视台 感谢光大山 护持生命大道场 愿大家赋回增长 注释几生